第十七集 指腹之约 周行半日 天色相满 船只靠岸停泊 船家讨米做饭 郭福建杨过不理他 又是生气又是无聊 你在船窗向外张望 忽见柳音下 两个小孩子在哀哀痛哭 瞧模样 正是武敦儒 武修文兄弟俩 郭福大声叫道 喂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哭 你听不见吗 干什么呀 你妈妈打你们了吗 我妈妈死了 黄荣听到武修文说话 吃了一惊 他跃上岸去 只见两个孩子 抚着母亲的尸身 哀哀痛哭 武三娘满脸漆黑 早已死去多时了 黄荣 再问武三通的下落 武敦儒哭道 爸爸不知道哪儿去了 妈妈给爸爸的伤口吸毒 吸了好多黑血出来 爸爸好了 妈妈却死了 爸爸见妈死了 心里忽然又糊涂了 我们叫她 她离也不离就走了 五三娘子舍生舊父 别了爹娘 咱们便带到桃花岛上 以后要多费你心照顾了 黄荣点头答应 当下劝住武师兄弟 上船驶到海边 令故大船东行 往桃花岛进发 黄荣师离岛已久 郭靖黄荣在岛上定居 不再胡乱伤人 附近船夫对桃花岛 已不再位弱龙潭虎穴 郭靖在舟中前运深宫 数日间 伤势便已痊愈大半 夫妇俩说起欧阳风 十余年不见 不但未见衰迈 武功游胜往昔 这一掌 若是打中了郭靖胸口要害 那便非十天半个月 之内所能够痊愈的了 两个人谈到洪七公 不知他身在何处 甚是记挂 黄荣虽在桃花岛隐居 仍是摇领丐帮帮主之位 帮中事务 由卢游角奉黄荣之命 处分够大 他此番来到江南 愿你成辩会见帮中 朱长老会商帮物 并打听洪七公的近况 但是郭靖受伤 只有先行归岛 其后说到杨过 黄荣便叫杨过进到内仓 询问前世 杨过说了母亲因病逝世 自己流落嘉兴的经过 郭靖夫妇想起了和穆念慈的交情 都是不胜伤感 带杨过回出外仓 郭靖说道 我向来有个心愿 你自然知道 今日天性遇到过儿 我的心愿就可得偿了 当年郭靖之父郭孝天 与杨过的祖父杨铁心 一结兄弟 两家妻室同时怀孕 二人相约 日后生下来的若君是男儿 就结为兄弟 若君是女儿 则结为金兰姊妹 如是一男一女 则为夫妇 后来两家生下来的 各为男儿 郭靖和杨过之父杨康 如约结为兄弟 但是杨康认贼作父 多行不义 终于惨死于嘉兴铁枪庙中 郭靖念及此事 常常耿耿于怀 此时这么一说 黄荣早知他的心意 摇头说道 我不答应 怎么 福尔怎能许配给这小子 怕父虽然行止不断 但郭阳两家世代较好 我瞧他相貌清秀 聪明伶俐 今后跟着咱俩 将来不愁不能出人头地 我就怕他聪明过分了 你不是聪明的警 那有什么不好的 我却偏喜欢你这傻哥哥呢 福尔将来长大 未必与你一般 也喜欢傻小子 再说 如我这般傻瓜 天下只怕再也难找第二个 嘿哟哟 好稀罕嘛 不害臊 我爹爹就职这么一个一命 杨铁新叔父临死之际 也曾重托于你 可是与杨康兄弟 与牧师姐分上 我实没尽了什么心 若我再不将过儿 当作亲人一般看待 怎对得起爹爹 与杨叔父 好在两个孩子还都小 此事也不必急 将来若是过儿 当真没事坏处 你还怎么就怎么变了 唉 多谢戎儿相遇 我实是感激不尽 我可没应允 我是说 要瞧那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 杨康兄弟 自有在金国王府之中 这才学坏 过儿在我们岛上 却绝技坏不了 何况他这名字 当年就是我给取的 他名杨过 自改之 就算有了过时 也能改正 你放心好了 名字怎能作数 你叫郭靖 就好安静吗 从小就跳来跳去的 像这大猴子 郭靖瞠目结舌 说不出话来 黄蓉一笑 转过话头 不再谈论此事 周行无话 到了桃花岛上 郭福突然多了 三个年纪相弱的小朋友 自是欢喜至极 杨过福了黄蓉的 解药之后 身上鱼毒 贬及去静 他和郭福初见面时 略有嫌隙 他小孩性 过了几日 大家也就都忘了 这几天中 四个人都在捕捉蟋蟀 相斗为戏 这一日 杨过从屋子里出来 又去捉蟋蟀 又去捉蟋蟀 月潭止隔 经两望风 刚绕过青啸亭 忽听得山后笑语声轩 忙奔江过去 只见郭福和武士兄弟 翻石拔草 也正在捕捉蟋蟀呢 武敦如拿着个小小的竹筒 郭福捧着一只瓦盆 武修文翻开一块石头 吃了一声 一只大蟋蟀跳了出来 武修文纵身扑上 双手按住 欢声大叫 郭福叫道 给我给我 好吧 给你 武修文拿起蟋蟀 揭开瓦盆盖 放在了盆里 只见这蟋蟀 方头剑腿 巨鳄粗腰 甚是雄俊 这只蟋蟀 定是无敌大将军 杨哥哥 你那儿许多蟋蟀 都打不过他 杨过不服 从怀中取出了 几竹筒的蟋蟀 挑出最凶猛的一只 来与之相斗 斗得几个回合 那大蟋蟀张开巨口咬去 将杨过的那只 拦腰咬住 摔出了盆外 随即 振翅而鸣 洋洋得意 郭福拍手欢叫起 我的打赢了 别猛 还有呢 可是杨过连出三帅 尽数败下阵来 第三只 甚至被那巨帅 一口咬成了两截 不玩了 杨过脸上无光转身便走 忽听得后面草丛中 唧唧唧地叫了三声 正是蟋蟀饼叫 声音却颇有些古怪 武敦如说 又是一只 武敦如拨开草丛 突然向后急远 蛇 是蛇 杨过转过身来 果见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 昂首土蛇的盘在草中 杨过拾起了一块石子 对准了摔过去 正中舌头 那毒蛇扭曲了几下 便死了 只见毒蛇锁盘之旁 存着一只黑油油的小蟋蟀 相貌奇丑 却展翅发出唧唧之声 杨哥哥 你说这小黑鬼啊 杨过听出了 郭福话中有鸡巢之意 激发了他胸中的傲气 好 捉就捉 当下就将这黑蟋蟀捉了过来 你这只小黑鬼 要来干什么 想跟我的无敌大将军斗斗吗 斗就斗 小黑鬼也不是给人欺负的 说吧 杨过就将这黑蟋蟀 放在了郭福的瓦盆之中 说也奇怪 那大蟋蟀 见到这小黑蟀 竟然有畏惧之意 不住的退缩 郭福和武士兄弟大声赤贺 为这大蟋蟀加劲助威 小黑蟋蟀呢 昂头纵月面前 那大蟀不敢接仗 想月出盆去 这小黑蟀也随即高月 在半空中咬住了大蟋蟀的尾巴 双蟀齐落 那大蟋蟀抖了几抖 翻转肚腹而死 原来啊 蟋蟀之中 有一种喜欢与毒虫共居 与蜈蟲共居的 称为蜈蟲蟀 与这毒蛇共居的呢 称为蛇蟀 因而身上染有毒虫气息 非常帅之所能敌 杨过所捉到的小黑蟀 正是一只蛇蟀